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社會的焦點 就是台大電機系的教授葉秉承 昨天下午發生了車禍 一輛公車攔腰撞上了他的駕駛座門 導致瞬間車門玻璃垂碎 所幸他最後只有胸部挫傷 沒有大礙 葉秉承在臉書發文指出 昨天下午4點多開車 經過燕酒宮賣局前的路口 同時有一輛速度頗快的公車向前 撞上他駕駛座的門 瞬間玻璃純碎 他後來在台大醫院急診的時候 才發現連嘴裡也有玻璃碎片 不過檢查後確認只有胸部挫傷 打了止痛針 開了止痛藥後就能回家 不過他回想起 如果今天開的不是小燕 是別家的車 不知道自己現在的狀況會如何 看見被撞得很慘的小燕 真的很感謝他擋下了這一劫 這輛車是他在美國念書時 以二手價格1.2萬美金買下的 今年車子已經27歲 其中他開了19年 和小燕在這19年的週末相處 希望修車師傅能把他送回來 轉換焦點 帶大家持續來看到那一名 從漫畫中走出來的男人大鼓翔平 他在經典賽結束之後呢 今天是首度登板投球 面對翔尾蛇隊高階EA連小聯盟 他主投4.2局失掉1分 挨了一轟陽春炮 累積8次三陣 而這也是大鼓翔平 在開幕戰之前 最後一次的登板練習 而他也在賽後的時候表示 我準備好開幕戰了 大鼓翔平在今天小聯盟 熱身賽中登板 這會是他在開幕戰 對運動家的最後一次投球 今天大鼓翔平面對翔尾蛇隊高階EA 投4.2局失掉1分 被敲四肢安打 還一發陽春炮 有8次三陣使用了81球 攤氣這場對戰 大鼓翔平表示 主要是想要適應投球計時器 他說我狀況還不錯 我覺得在經典賽 經過所有比賽強度的狀況下 我已經為開幕日做好了準備 今天只是微調適應新規則 對於愛樂一發全雷打 大鼓翔平說 比起今天投出的球如何 我更想確認投球計時器 和電子頭補暗號裝置PitchCon 整體球路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我不會去擔心這一轟 而大鼓翔平將在後天 與稻奇熱身賽的三聯戰當中 擔任指定打擊 大鼓翔平被問起經典賽結束後的這兩天都在做什麼 他也誠實的給了答案 大鼓翔平表示自己前兩天都在睡覺 因為對恢復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覺 今天回去也會睡覺 想盡量用時間趕快恢復體力 他認為比起身體要做啟動準備 比如在比賽中準備二刀流的勞累 搭飛機的移動與時差讓他感覺最有負擔 從東京到邁阿密 還有到這邊春訓基地 應該是身體出現了時差 但他認為應該再過一週就能完全恢復 被問起經典賽對他有沒有影響 大鼓翔平認為該做的事情 不會因為經典賽有所改變 即使沒有參加比賽 對賽季的熱情也一樣不會變 在進入賽季之前 能感受到短期決戰的氛圍 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但基本上不影響這個賽季的準備 而大鼓翔平他在經典賽 日本隊隊友他的外野手諾特巴爾 就透露說 大鼓翔平曾經收他一隻手錶 作為未來再戰2026年經典賽的信物 不過大鼓翔平揭曉這個故事的內幕的時候 他就說不是因為自己太慷慨了 而是因為諾特巴爾感覺很想要 大鼓翔平揭曉自己離開日本武士隊之前 大鼓翔平曾經送他一隻日本高級品牌 Grand Seiko 的手錶 當作2026年這一戰經典賽的信物 他說如果他2026年不回日本隊 或是為另外一隻球隊打球 我必須讓手錶回來 這就像是一個握手和承諾 而大鼓翔平被問到此事的時候就笑著說 有一次吃飯時 諾特巴爾問我說這隻錶是哪一隻 感覺他蠻想要的 我想說這隻錶蠻新穎的 但是他好像蠻喜歡的我就送給他了 大鼓翔平補中說明說 他和諾特巴爾共事期間 整體的氣氛 還有他帶過來的潮流手勢真的很棒 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 如果有機會 希望未來三年之後 還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打球 不斑日照樣要來一個每日一字啦 哇今天一個密再一個喉 到底這個字怎麼唸呢 我們來看看選項 選項一是組 選項二是勾 選項三是纏 選項四是聲 哇今天這四個選項 看起來完全都不一樣耶 沒感覺是那就亂猜了 嗯 小倩你要選哪一個 你先你先好了 我先嗎 那我選 我選組好了 我剛剛也好像沒問題 那我選纏好了 你選纏嗎 好那我們一個人選組一個人選纏 來看看今天這個答案到底會是什麼 歡迎大家一起來跟我們補班日愉快一下 我們一起來猜猜看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轉換焦點來看到 新北市新店區日前發生了 兩個幫派的老婆 他們在網路上互嗆 結果呢就引發這個竹聯邦信堂以及仁堂名人會的成員他們在捷運上鬧事 所以呢新北市警方在二十二號的時候展開了大拘捕 其中呢林姓跟陳姓等五個人他們因為涉嫌重大 所以呢被台北地檢署監察官申請積壓 禁見獲准 那他這麼這五個人呢 他們在二十四號的時候上了囚車 準備要押送到看守所的時候 至少你看旁邊這些人居然有至少七個女生 還有三個男生 他們聚集在這個車道旁邊募送囚車遠離 新北市新店區日前發生兩幫派老婆在網路互嗆 造成一名幫仲十七歲柳系少年遭爐走 痛厚後放回雙方從此結怨 導致竹聯邦姓唐與仁唐名人會成員在捷運鬧事 新北市警方二十二日展開大拘捕 其中林姓、陳姓等五人因涉嫌重大 被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申請積查禁見獲准 五人二十四日上囚車押送看守所時 至少七女三男聚集車道目送囚車遠離 但以囚車防護措施外面完全看不到囚車內部情形 竹聯邦名人會日前大排場的舉辦春酒 而警政署就下令掃蕩黑幫 不過近期偵破了一起以名人會為首的愛情詐騙集團 學姓主席是名人會赤組的組長 而他的妻子就在酒店上班 時不時會提供走客資訊 用各種理由來匡騙被害人會款 兩年下來至少有四十九人受害 不法所得更高達一千五百萬元 警政高層下令掃蕩黑幫 其中主要目的以高調辦春酒的竹聯邦人堂名人會為主 形勢局陸續破獲名人會成員 專搞戀愛投資詐騙 透過18歲赤組徐姓組長之妻 網紅調酒師堂堂 經由管道取得酒客資料後 利用電話洗腦客人 讓客人誤以為是曾經坐過台的酒店小姐 最後再以各種理由向被害人要錢 總共向49名酒客詐騙一千五百萬元 警方於新北市土城區多處執行搜索 將徐男及其妻子 還有核心幹部陸性男子等妻人 依涉嫌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炸雞等罪 宜宋欣被地方檢察署偵辦